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宗晨 后面那个话 放了一副有战斗气息的 因为讲到五岳春秋 讲孙子兵法 我们其实讲孙子兵法 孙子这个人他讲说 他是要 他曾经讲过 他是要打仗的 就是要胜战 就是要谨慎 因为打仗可能会自己灭亡 可能会自取灭亡 如果你发动战争的话 所以他必须要妙算 要多算胜 少算不胜 况于无算 所以他一定要在 事先要做今世的 在祖宗面前 来做今世的会议 来分析彼此的 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但是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 他认为说你每打一百次战 你都赢 那个也不是最好的 最理想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杀人一万自损三千 你还有损失 所以你胜的 那种胜利叫做惨胜 很悲惨的胜利 也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战争都是 像比如说 淮南子也有讲 我曾经讲过淮南子的时候 讲的兵略篇的时候 有讲说 战争完了之后 你打圣仗 我说云南的纳西族 东巴他们都要做一个超度 超度双方的亡魂 就是国伤 双方战争的这个死难的这些官兵 从事战斗的这些人 不管是敌人还是你 因为都死了嘛 现在战争也结束了 所以要超度双方 也就是乱战缸子 在古战场都是要平掉 都是要平掉这个 超度的时候 他这个战胜的时候 庆功宴 所谓的那种 大家要大吃大喝 要放纵情欲 其实那个庆功宴的时候 他们是一种 在纳西族他是一种丧礼 那同样的 在这个战争的时候 出征等于出兵 所以很多将军要领军出兵的时候 都是束缚白马 骑到白马 然后等于是要送葬 也简单讲 死去可能大家 去十个人可能一个都回不来 可能去十个可能回来两个 诸如此类的 因为战争就是残酷就是死亡 因此孙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很有名的 他认为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 也就是说最高段的这个战争 不是你百战百胜 因为你百战百胜的话 你还有损失嘛 那什么叫高段呢 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说我还没有打 你就投降了 你马上献出这个化干戈为玉伯 你就投降了 你就认输了 这种才是最高招的 那这样子 不战而屈人之兵 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世界各国人都在使用嘛 比如说最常用的就是恫吓嘛 我一亮个肌肉 你就知道精良 身大力不亏 还有一个一胆二厘三功夫嘛 那我先亮了我这个 我的武力 像比如说各国都有什么 那个示威的活动就是军事演习嘛 还有一个阅兵分裂式 中国大陆常常要搞分裂式 要搞阅兵 10月那个国庆节的时候要搞阅兵 就是要让全民那个热血沸腾打鸡血 另外一个是让其他的国家人看看 我的军队还有我的武器 列出来那些导弹一大堆的 其实那些导弹可能都是FRP做的模型 我说你实在话 真正的导弹它不会拿出来亮的 那个导弹是很沉重的东西 而且它还有一个发射的那些装备 都不是在那个地方 它主要是要示威 要恫恫 恫恫其他国家说 你不要轻举妄动我 如果我要对你发动战争的话 我有这些条件 你看我这种导弹 那种导弹一大堆 还有我的军队你看 这么精良等等等 连那个少将都出来替政部了 这个是其他国家少见的 将军 以前的将军都有将军度 现在中国大陆的金石专案 也做的很彻底 将军也没有将军度了 那个老花眼是免不了 因为四十几岁 老花眼是免不了 但是精神非常状态 非常高昂 那其实这种恫恫就是要武扬威嘛 有的人在那边讲说 先打了几趟拳之后 让对方知道 好你如果想要真的要 真想要找死的话 那你再来吧 那你先看看我这个 我先拿几个砖头石头 啪啪啪通了给它打烂 你看看吧 你想真的想玩玩吗 玩命吧 那再来吧 这种叫做什么 这种叫做恫恫 那健身房里面练健身的人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恫恶一类 那我曾经讲过说 我曾经在那个 我今天这个题目 叫做青少年如何面对这个霸凌 其实霸凌这个事情是世界各地 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有 不管先进国家 美国也不管是富人 有钱人的那个学校 穷人的学校都有霸凌 因为霸凌这个是人类的进化史上面的 一个基因里面就有 就是强凌弱重抱寡 强凌弱是一种什么 就是我年纪比你大 我身体比你发育的更早 所以我强做 而且我进健身房 我练了拳击 我练了什么 我就想说 我就想说 把其他的这个同性的 同性别的 比如男的对男的 女的对女的 很少男的对女的了 因为那个好男不跟女斗 那然后他就想要展示说他很厉害 他比你强 让你臣服 国家对国家也是这样子 国家对国家叫战争 那个一般人对人都叫做霸凌 霸凌就是说我比你强 我要对你的 强凌弱 强的对付弱的 重抱寡就是黑道 黑帮这些东西就是 他打不过你 他只找一堆人跟你来 那一堆都是无赖 都是贱民 都是犯贱的家伙 我这样直接这样讲 那个我曾经讲过一个逆争上缘 我有一次到那个高雄的古山里面去办个事情 结果我在那个等红绿灯上 我一抬头一看 又有一个跆拳道馆 叫警光跆拳道馆 警光就是警察 警察那个警察之光嘛 简单讲这个教练就是在警戒里面当教官的 警戒就有武术教官嘛 所以他们行有余力的时候 他开了一个道馆 武道馆了 跆拳道馆 叫做警光跆拳道馆 他是有连锁店吧 好像我不知道 但是反正就是这个很多嘛 他那个大的广告 因为他那个道馆都要在一楼 而且要很大的一个场地嘛 跨度大概两三间房间吧 他那个广告很大 因为我在等红绿灯水 我把它整个看了 那个图也不怎么样 因为那个通常干这一行的人 大概都没什么美感 可是他的文案很有意思 他想说要遏止霸凌 唯有习武 就叫那青少年 尤其现在台湾 从韩国传来的 小学生上学的时候 穿的那个跆拳道服 然后系的道袋 有各种颜色的道袋 有白色的黄的绿的咖啡的什么红的 红带黑头的好像黑带 那觉得这小朋友才几年级啊 五六年级就带黑带上段嘛 那这个黑带能不能跟大人打 那很明显是有困难的 因为他这个量级不一样 那是题外话 但是我是认为说 那个古代的人练东西都要什么 都要那个期于无形 也就是说 让人家没有出其不意 你才能出其招 如果你穿的这个衣服 这就是什么 恫吓 如果说那个人 他没有穿这个衣服 结果你在想霸凌他的时候 结果你说 我们到这个厕所去谈一下 结果到厕所的时候 出来的人是那个人 这个霸凌别人的人 倒在那个地方 甚至于昏死过去 甚至于倒在血泊之中 他早死嘛 因为对方 对方这个真人不露相 你以为他好欺负 结果实际上你踢到铁板 这种情形其实就是 就是练武者就是这样子 那我个人是比较 比较建议说是 你还是这个真人不露相 会比较好 在家在家里苦练 流血流泪流汗 自己自己知道 这个汗水往肚里吞 然后接着出去之后 如果人家想真的想对你怎么样 不到最后关头 你前面示弱 能而视之不能之后 都没办法摆脱这个困境之后 最后你就出其不意来几个绝招 让对方马上就 看是要避命 还是要怎么样 都可以 因为既然他早死嘛 厕所里点灯早死嘛 但是这个属于一种什么 这属于我们要五倍嘛 那我看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熊中武 这个是一个大陆人 我不认识 我看到他里面讲的很有趣 所以我就引发了我要讲今天 霸凌的事情 因为这个书的编辑规定他们说 你们一定要讲一些人家没讲过的 然后要讲一些自己的切身经验 结果这个作者他就讲了他自己的切身经验 他说他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他们班上就有一个人 比他们发育的先发育 他很强壮 然后那个人就很喜欢欺负别人 动不动地欺负别人 那他也被欺负到 他被欺负到之后 他每次被打了一顿之后 他就很不甘心 但是他明明就打不过他 因为强龄弱 这个大家如果男生在那个 在童年的时代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有一些那个发育比较早的 或留级深 年龄比较大 他占了各种优势 体能力气各种的优势 然后他欺负你 他要你做什么东西你不做 他就要对你怎么样 当然都是让你肢体受点痛苦了 那你因为你打不过他嘛 还有一些狗腿还会趋炎负伺 这个也是小孩子就已经 三岁看医生啊 就是有些小孩子就是这样 等下我再讲我个人的经验 这才是比较精彩的部分 结果这位先生他就怎么样呢 他小的时候还想说 我回家之后我告老师 老师就打那个人一顿 打那人一顿之后 那个人还会来找我 那我回家之后 那我跟我父母讲的话 我父母就会去找他 找对方的家里 对方的家里在我们以前那个时代 我是1955年生的 我们小时候 只要有人 有人来告状说 你儿子打了我儿子 其实我是 我们两个是对打 不是 对打跟台语叫做修帕 就是打架 不是我打他 是他来找我 他找死 他来找我 而且他们两个打我一个 结果被我打了 被我打了一顿 打了一顿当时 这个杀人一万自审三千 我也受伤 只是我回家我不敢讲 反正打架受伤回家 都是告诉人家 不小心摔的 或者不小心怎么样 那家长如果不过问 就是你以后小心一点 其实什么小心一点 就是跟人家打架嘛 PK嘛 那PK是什么 单挑嘛 单挑或者还有一种叫双摆 两个对两个叫双摆 这些名词现在都已经很少了 单挑的那个台语叫做Dingo Gi Dingo Gi 我连我女儿都会 表示在国中的时候 他们还有 连女生都还会有搞霸凌 跟男女合班以后 他们还会有 小男生对小女生也会霸凌 很贱嘛 这些人都是贱胚子 我个人认为说 如果说我今天在中学教书 或者在小学教书 我如果碰到那种霸凌的孩子的话 我绝对拿藤条抽他 我不管他家长会怎么反对 一定抽他 而且把他抽得跟斑马一样 为什么 他就是犯贱 他认为他自己很强 那顺便我再讲一下 那个在台湾 我们以前那时代 有些小孩他不想读书 不想读书他就在外面混 混了之后 可能有一些帮派的人 就吸收他 吸收他之后 他就回到学校之后 他就更加以为自己小霸王了 就怎么样 那我们这个学生被受到霸凌之后 就会跟那个训导处讲 训导处就把那个人打一顿 这个人你打他之后 他又再来打你 然后你再报 那训导处知道这种小孩玩脸 那你训导处要找他 逃学 逃学之后 在校门口堵这些人 是因为你报了 所以我现在不能上学了 因为我一到学校 教育主任 训导主任就会找我 怎么怎么样 可是他如果旷课 逃学太多之后 他会被开除 开除之后 他就没有学籍了 他要到别的学校去 别的学校要一搜 什么原因 这个家伙是顽劣分子 不行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学校会直接报警察局 当时的警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 以前的警察局 在那个刑事组 有一个叫做少年队 少年队 专门对付不良少年的 不良少年 就是你喜欢打架 喜欢偷窃这一类的 都叫不良 这些孩子 如果说他被人家抓到 或怎么样 那经过这个几次 比如说他打人 受伤 伤害 偷窃 就是有前科 窃到前科 然后这些人在少年的时候 会把他送到少年感化院去 送到少年感化院去 另外教育 有这种经验的人 通常这一辈子大概就毁了 可是那孩子 他通常都出在一种问题家庭 父母离异 或者是父母自己 这个光是要 要为无斗米折腰 根本没时间去管的孩子 孩子读不读书 他根本不在乎 还有刚刚讲的问题 孩子很多人都是超零读书的 别的孩子六岁入小学 他可能十二岁才入小学 人家读初中的时候 他在读小学一年级 像这样子的话 他已经比人家 小学生就开始长胡子了 猴杰都跑出来了 这样子的人 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非常多 我读高中的时候 班上每一年都开学的时候 学校都要广播说 那个缓征 办理缓征的勤导出来 什么叫办理缓征 他已经满二十岁了 满二十岁 我读高中的时候是十六岁 满二十岁 他比我大四岁 至少比我大四岁 要去办缓征 每一年都要办 你看 他就是等于他读高中的时候 就是二十岁二一二二 人家二十二岁已经大学毕业了 他还在高中蹲点 这种人还真不少了 在那个时代 当时代的背景有的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因为家庭的战乱 还有父母疲于奔命 没有时间去管孩子的教育问题 种种问题 反正那样子的家庭最容易出这种问题 问题孩子 好我们现在把话题拉回来 刚刚讲的少年组 那个少年队 警察少年队 通常他们都在外面巡逻的时候 只要看到那些上课时间 还在外面游荡的孩子 抓起来就是 就问 而且他们毫不客气就是用暴力打 因为这些孩子在学校就打别人嘛 他们看到这些孩子 所以那些孩子看了 我就曾经看过那些不良少年 吓得跑的鞋子都掉了 还跳到水里面 跳到池塘里面 跳到那个水沟里面去 因为那些刑警 他们不愿意跳到脏水沟里面去嘛 就眼看到跑到对岸去了 逃命 逃成这样子 鞋子都不要了 什么什么东西都不要都丢掉 为什么 因为他们被抓到警察局就是打 痛打 有的时候那些少年队的人 到学校来的时候 学校暗中报警之后 然后那些少年队的人来的时候包抄 包抄之后 这些人一看到警察就要跑 跑到没办法 除非他跳楼自杀 他跑不到 警察把他按在地下 当场就打 而且打得在大家那个学生呢 被他霸凌的学生鼓掌叫好啊 干得好啊 就要多打一下 多打几下 这些小孩就后来可能都混到黑道去了 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子 混到黑道去 然后可能一辈子就是在脱离不了这些 这些黑帮这些活动 一辈子就毁掉了 这些人毁掉了 他如果结了婚生的子的话 他绝对不希望他的孩子也布他的后尘 所以这些 我说这些霸凌的人 都是一些都是一些人渣 为什么 等一下我再讲后面的故事 我们先来把这个作者他的招式很有意思 他说他回家不敢跟他家人讲 因为他家人讲这事情就闹很大 也很麻烦 结果他就想说 你想他打你吗 你想要还一报回去吗 那怎么还呢 他没办法打赢他嘛 他明明就打不赢他怎么办呢 这个人就越来越嚣张嘛 结果他就他就发现到一个方法 发现到一件事情 那观察 这个这个霸凌人的这个人 他家里很穷 父母因为我刚讲过 父母都自己三餐都顾不了了 所以就没有家庭教育嘛 这孩子家里很穷 那到学校读书都要穿着制服 学校那个整整齐齐的穿着制服 他发现到哈 如果说我们在学校里 那个衣服搞破了什么哈 大概回家以后 顶多挨顿打 那还有一衣服可以换 或者还可以车缝 他可能是一个单亲家庭 他只有他爸爸 他妈妈可能已经 已经已经已经跑掉 或者改嫁之类的哈 单亲家庭嘛 那他就是那么一套衣服 上下上上学放学就是那套衣服 像那个戏服似的啊 回了家要把他脱了挂在墙上 然后明天早上再穿 很重视就是那么一套 因为穷嘛 结果他他发现到这个弱点之后 这个这个霸凌的人 来来来来来跟他找茬的时候 跟他打架的时候 他豁出去了冲上去之后 他不是打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比他身强力壮嘛 他先朝他那个那个 那个两个口袋 上衣口袋上 一抓把两个口袋一撕 就撕成两片了 那个家伙原来要打他的 出手的时候一看一样 衣服被扯烂了 他第一个就是 就像那个裸体一样 像女人裸体被人看到一样 第一个事情他就想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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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口袋把它弄回去 那怎么弄回去 已经被人 衣服已经被撕烂了 啊 接着他就不 就住手了嘛 因为他想着完蛋了 就回家以后 果然没错 第二天来了 那衣服被撕的地方被缝了 缝了之后 那个他家长也没有来学校理论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啊 人家为什么要把你衣服撕了 你那么强壮 你不是天天的霸凌别人吗 他不敢讲 那他爸爸这种这种家庭的父亲 也都是用那个火棍头下解决问题的 打骂教育嘛 把他抽打的一塌糊涂 第二天来的时候 遍体鳞伤这个家伙 然后他 那遍体鳞伤他又想找回来说 好就是被你把我衣服撕了 我才回家挨打的 他又想对他张牙舞爪 结果这个作者 他说 他一来的时候 他根本不害怕 他第一个动作就是 手准备要抓他的衣服 要撕他的 再把他那个口袋再撕了 你就没法缝了 他手的动作一出来之后 他不是什么虎爪 也不是练了虎拳 或者是什么 什么少林功夫什么都不是 他一做这个动作 那个霸凌的那个孩子就停了 他知道再上来 你就算打他一拳 他把你衣服撕烂 回家挨着打不知道多少 因为他家没钱再买新衣服了 就这样 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一个什么 让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这个招式就是 他不是恫 他恫什么呢 他是他跟你什么 同归一尽嘛 你要来 我打不过你 我就要把你 破坏你 把你衣服撕成一条一条 像个乞丐一样 看你到路上去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内衣的话 你还坦兴落乳 那不管怎样 你今天的课 你都不要想上了 为什么 你穿的那个百纳衣 衣衫蓝羽的 你这上什么课 你不用上了 你上每一条课 老师都问你衣服怎么回事 你能够跟人家讲说 我今天霸凌人家 被人家撕了吗 你当然不会这样讲了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制止他 这个招式在中国的那个道教里面 他叫做艳圣 艳圣 艳圣 讨厌的艳 胜利的圣 叫做艳圣 什么叫艳圣呢 各位只从这个艳圣两个字 那个来解释的话 你会想说 在那个中国人在那个上凉的时候 都会用一个 用一个那个胶纸烧 用桃纸烧一个 一个狮子的形状 那个狮子嘴巴里面含了一把宝剑 然后把那个东西钉在那个梁上面 有的人会写一张条纸上面写 姜太公在此 诸臣回避 就上梁大吉嘛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家里有 以前有做过那种房子的话 木头木梁的房子的话 这些东西你可能都看过 我经验丰富 那这种东西叫什么 在那个道家做法的术语里面 这一类的东西都叫艳圣 什么叫艳圣 我再举一个例子 也是艳圣 我小学的时候很奇怪 我有一个死党 现在他已经在美国移居到美国很久了 但我们小的时候 因为同邻居嘛 我跟他为什么那么亲密 我也搞不懂 可能是因为同年龄同班的人 大概就他一个吧 男生 这个人他是小少长那个拉力头 拉力头就是 台湾话叫草头 大陆叫什么 长那个赖力头吧 还是什么那个 头上长险 那这个长险的人 他那个头上会很多农包 各位这样的 听说那个朱元璋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台湾话叫那个 朱元璋叫 不是很臭 而是他因为他有那个农包 会破 破了以后流浓 所以苍蝇就一直在绕着他头上转 那他们用的药 也都是一些 当时用一些软膏嘛 或者是一些绿色的东西 像那个我们讲叫绿豆膏 绿豆碰 弄到头上 那常常他们上学的时候 他们都要理光头 理光头 理法店不给他们理的 因为那个推子 推过他们头之后 可能会传染别人 所以通常都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人 用那个刮胡子那个刀子 像那个剃肚一样 和尚剃肚一样 用刀子把他头发全部刮 因为他那个头上不完全嘛 所以刮起来很像你削凤梨一样 凤梨那个一粒一粒的东西都还在 你如果把那一粒的东西挖掉的话 那凤梨会变得很小 变得很百孔千仓 那个拉里头的痛苦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是死党 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因为童年嘛 那因为我跟他是死党 那我们童年的时候 有一种霸凌的方式 是间接霸凌 他不是直接用拳打脚踢 就有一些功课好的人 或者是家里有比较富裕的 就是简单讲就是 就是那些自己觉得 自己非常非常高人一等那种人 我们下课的时候 学校有那个排球 当时是用排球 当做躲避球 那那个躲避球 并不是在那个画的格子里面打 不是 我们是这样子 谁抓到球 就可以拿那个球 往人家身上 用力打 用力打 因为那是间接霸凌嘛 那你用力打的话 如果说你被人家打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就是护到头嘛 就这样护到头 也是说 你在那个球打过来的时候 都被我这个手挡到 都打不到你的头 至于身上 你可能就 就会哀到 那那个同量年龄的人 用那个 用那个排球来砸到你身上 你都能忍受 打到头会比较麻烦 那 那他们会挑什么人打呢 挑弱势的 比如说工哥很赖的 老师说 那个家赖瓜 什么 以前的老师没有道德 没有口德 也不懂得教育 都会讲 你这个赖瓜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赖瓜 因为考试老师不及格嘛 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讲成这样 结果下了课之后 大家一起玩嘛 小朋友都会 都会在那个十分钟就那边疯嘛 疯什么 就拿这个 这个排球来打躲避球 然后 你打到他之后 崩走之后 然后另外一个人接到之后 又会打他 然后大家就这样传来传去 就这样打他 那我从小就有一个狭气很奇怪 就是你们 大家都群起而攻的那个人 我反而要解救他 我从小很奇怪 也没练过武功 我就有这样的狭 狭 这个狭干异胆 那结果 因为他们不会打我 因为我还不至于赖到那个程度 而且我不是弱势 我怕是医生 比他们都还要屌多了 OK 那我在那个人群里面的时候 我也去抢那个球 但是我把那个球抢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没有打我的死党 我忍不防的朝那个 最狠的那个家伙头上猛击过去 因为他一直打人家 他都没有注意到 他也没有防备 被我这个球 很近距离的球砸到他头上之后 他马上昏过去了 马上趴在地下 大家去抢球就踩他身上 踩他身上跟我没有关系 不是我踩的 因为大家 男孩子你知道 疯狂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可能会把你手踩断 踩骨折 踩脱臼都有可能 或者身上踩的都是脚印 他很奇怪说 他说老吴你怎么会忍不防给我一下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欺负这个人呢 他被我这样一问之后 他愣住了 他也没去想说他为什么要欺负人 因为裂根性 人的残暴的裂根性 在他那个DNA里面 那我看不下去了 我看不下去 我拿不到球就折移 我拿到球的时候 我不砸你们 我砸谁 我心里这样想 我嘴巴没讲 这个事情很久了 这是我大概小学三四年级的 四年级吧 三四年级的事情 那之后就恶捕了 要考初中的时候 就没有在 就没在这些活动了 那我这样回想起来 我记得他当年 我这个死党 他当年是怎么样子 被人家羞辱的时候 他怎么解决这个困境 人家要打他 他不是去撕人家衣服 如果撕人家衣服 夏天的衣服很好撕 而且撕完之后 可能双方家长还要 家长可能还都要PK一顿 为什么 就那时候大家都清贫 你把衣服撕的话 他怎么样 可能家长跟他讲说 你明天上学 你也把他衣服撕了 以前的家长 那个水准低的 就会这样 明明相报 何时了 他不这样弄 尤其冬天 我们穿的衣服 比较多的时候 比较厚的时候 你要撕还撕不动 你要怎么弄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人家打他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头 因为拉力头 上面都是涂的膏药 还有绿豆膏 他用他的头 去蹭人家的身体 蹭人家的衣服 甚至于他直接用头 去蹭人家的头 就是说 我传染给你 让你看你怎么办 这一招也就是验慎 那我小时候 我就觉得好奇怪 我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不会去用他的角度去思考 但是他这样子做 我看在眼里面 那时候小小年纪 我就发现到 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都不一样 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都不一样 像比如说我 我读中学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被一个不良少年来学校找我 找查 所以他要显示他的武力 要跟我霸凌 那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我是从小 我没有读过孙子兵法 我就知道 孙子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他只要打肾仗 那你要打肾仗 你当然就是要比人家强 所以他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当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 孙子就什么 必 我们不打 为什么 因为打的时候 可能我会输 所以这种情形他不打 那对方比他强的时候怎么办呢 逃 孙子兵法里面 并没有教你说一定要一定要打 要打赢啊 因为打赢有条件啊 必须要你自己要重 你要有强 比对方强大 比对方有力 你才打 那如果说你对方没有 你没有力 你跟他施均力敌的时候 就逼 你比他差的时候 就逃 留在青山寨 不怕没柴燒 这是孙子兵法里面教你 所以我开玩笑的时候 我的人生哲学叫老子装孙子 都没有 到尽管 那需要 所以